大家好,2号的时候台北地方法院吴宝请回 台北地检抗告成功 柯文哲于4时30分左右被积压禁建 而且媒体还公开了柯文哲戴上手铐的画面 北地检指控柯文哲涉嫌于金华城案违背职务收贿图利 8月31号晚间剩下禁建 柯文哲与北市前市长彭震生北院法官朱嘉义 二十凌晨三点认为依检方证据 无从认定柯文哲明知都会委员会 以违反决议图利金华城 或柯明知20%容计率奖励 以违反仍合章通过 故意明知重大嫌疑积压理由 所以积压禁建 台湾媒体今天也对柯文哲这个案件进行了报道 我简单也看了一下经过 我觉得柯文哲现在来看 他被定刑的可能性很大 也从今天台湾媒体的一个报道来看 其实民进党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证据 民进党应该是已经获得了部分证据 而且民进党他对柯文哲这个案件 你从现在这个阵仗来看 是一定要把柯文哲搞死 也就是要把柯文哲从政坛上彻底消灭掉 台湾媒体也公开了 柯文哲在收押禁建之前 两点多录制的短片 柯文哲在短片中说大家好 他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他的状况 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 其实你们照顾好自己 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忙 请大家认真过每一天 快乐过每一天 心存善念 尽力而为 让我们继续努力 简单录这么一句话 民中党表示 主席一生轻欲 不如抹黑践踏 民党指出8月30号 简连发动搜索 柯文哲主席住家办公室 及民众党中央党部以来 柯主席既遭司法不公平对待 那么简连在搜索时 明显逾越搜索范围 后续更以马拉松市讯问 进行非官案件 旨在侦讯 吉利罗知罪名 过程中人民亲眼看见 简方与特定机构 勾串泄密 践踏法治国原则 扩大台湾社会的 鸿沟与裂痕 简方声压 理由不充分 特定媒体的独家报道 与传闻却漫天飞舞 侦查不公开轮笑柄 最后声明强调 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 一心促进北市繁荣 为民谋福 坦荡清廉 三十年从一生涯 救人无数 其一生轻欲 不容抹黑践踏 但民主党将团结一致 坚定支持 柯主席 捍卫清白 民主党呼吁 司法应秉持 误网误纵 无罪推定原则 而非沦为政治工具 一侧片面偏颇 之证据 入人于罪 危难时刻 民主党便将全党上下一心 党公职人员 也将坚守岗位 发挥在一党监督制衡力量 秉持创党理念 与初衷 秉持青年 勤政 爱民 爱乡土 价值观 坚定前行 民主党蔡碧鱼说 家禁建并非有罪认定 现在台湾媒体 也采访谷立言 就美国在台协会 谷立言在接受采访时 说他不干涉台湾的内部政治 美国对台军售延宕问题 谷立言表示 台湾在美国军售名单上 排名优先 且不排除与台湾在 国防供应链上 合作的可能性 说军售速度已大幅加快 对外交部长林佳龙 日前指出台湾已被美国 纳入了有岸外包 以及将台湾纳入 美国国防产业链 谷立言表示 美国确实与全球许多伙伴 寻求合作军事生产关系 未来不排除台湾成为 合作伙伴的可能性 他认为是绝对有可能 对258号决议 谷立言表示 该决议未提及台湾二字 国际社会因缺乏台湾参与 而有所损失 美国会持续积极支持台湾 有意的参与国际组织与国际活动 从谷立言这个谈话也可以看 台湾人应该清楚一点 这个柯文哲被收押禁建 背后 美国当然是知情的 而且美国是可以影响的 但是你看到美国 他没有影响 那么也说 柯文哲被逮捕 柯文哲被逮捕 至少美国和民进党方面 现在来看 应该是进行了沟通的 那么也说 民进党要搞民众的 要搞民众的 所以这个事情上 美国是知情的 而且现在看美国 很难参与台湾这个政治 也就是说 柯文哲最终可能会被定罪 这是大概的事件 而国民党 现在来看 国民党也是很高兴的 国民党现在 我看了国民党一些立委 一些发言 所以现在看的民众党 现在可能会成为这个牺牲品 柯文哲他的政治生涯 或者叫他的自由的生活 可能会就此结束 柯文哲不排除未来定罪 如果真的定罪的话 那么柯文哲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 像陈时扁一样 所以现在来看 实际上台湾的政治 我只是说过 你离不开美国 因为台湾的表面上 天天喊 什么自由民主 2300万人决定自己的命 但实际上离开了美国 或者叫美国 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也是说 实际上台湾的政治 全部由美国操控 你可以看到现在 这个国民党 不管怎么追杀国民党 国民党这些党主席也好 国民党这些人物也好 因为背后有美国的支持 所以至少民众党 不敢对付国民党 而民进党 实际上是美国方面 现在积极培养的 就搞台独 他也是最听美国话的 所以美国在背后 也是基本上支持他 而民众党现在就比较尴尬 他能替代民进党 他也是绿 但是还能跟大陆沟通对话 特别柯文哲 他首先 柯文哲也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这一点和民进党还不一样 那么和大陆还能够进行对话 这一点美国是有意 有意要搞大柯文哲 来平衡民进党 但是现在来看 民进党使用这么大的阵仗 是一定要搞死柯文哲 我觉得民众党 包括台湾的这些 怎么说呢 支持民众党 支持柯文哲的人 一定要有个清醒 民进党搞这么大阵仗 我觉得民进党的行为 也暗示了柯文哲 他肯定要在监狱里面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 不然这个事情不会结束 不然也不会对柯文哲如此大阵仗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大概率可能会结束政治生涯 民众党的未来很难说 我觉得这也是民进党主要的用意 也就是说我要垄断在台湾 发言权 你民进党和民众党都是绿色 但是呢 我不能被代替 我不能跟大陆对话 你们这些民进民众党 你们想跟大陆对话 想替代我 想获得美国的支持 不可能 我就把你党搞臭 把你这个柯文哲搞臭 最后只能我民进党垄断台湾 所以实际上现在来看 其实和这个白色恐怖也没什么区别 这就是台湾所谓的民主和自由 大陆人呢 咱们看个热闹就可以 我觉得对大陆实质上的政策影响也不大 因为本身呢 你民众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你们无非就是台独和独台 这三个党也没有任何一个党支持统一的 所以大陆对你的政策也没有变化 你最后还是要听美国话 那最后呢 中国我觉得和美国之间摊牌 要么和平统一 对吧 就是美国把台湾交易出来 咱们和平统一 要不然就是武统 最后呢 我从美国手里面 武力统一台湾 所以大陆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 所以柯文哲这个案件呢 是台湾内部的 也可以侧面看出来 现在民进党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也在发生悄然的变化 美国现在和民进党之间 其实也是有互不信任 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美国 他打出台湾牌 现在来看 正在积极的酝酿 所以才要更加牢固的控制台湾 也要说我要打出这张牌 就像手里握了一个 握了一个马上要投出去的 这么一个工具 那我在投出去之前 我要先攥住这个工具 让它牢牢被我控制 我才能把它甩出去 对吧 那如果我钻不住它 我这个牌也就无法打出去 所以现在对台湾的加强的控制 间接就说明了 美国未来要打出台湾牌 所以台湾人自己要清楚一点 中美摊牌的时刻很快会到来 那么台湾问题 我觉得很快也会有解决 咱们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 我觉得没有更好的选择 做好武统的准备 加强在台湾海峡军事存在 震慑台湾 为最后的和平努力 但是中国绝不放弃 武力统一台湾